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追趕巴士的路上滑了一跤 或是在馬路上邊玩手機邊過馬路 被一個障礙物絆倒了 當大家跌倒的時候 其實最擔心的是什麼? 我最擔心的就是被熟人撞見 因為場面實在太尷尬了 所以一般上我都會快速爬起 若無其事地繼續趕我的巴士 即使有那麼一點點的小傷 對我來說根本不算什麼 休息幾天後應該都會沒事 但是如果跌倒的不是我 而是一位老先生或老太太 你們覺得她能夠像我一樣自己爬起來嗎? 這是我的外婆 她原本是一個性格開朗 身體健康的老奶奶 雖然我們不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但是每逢佳節我們必定會去拜訪她老人家 一起度過美好的時光 就在四年前的一個下午 我在香港接到了媽媽的一通電話 我媽告訴我 我外婆她在住家附近跌倒了 當時的她頭部受了點傷 並且不能自己爬起身 剛好周圍都沒有人 她只能用她微弱的聲音呼救 幸好不久後 一個路人經過發現了她 通知了我舅舅 才能安全地把她送回家 她頭部的傷痊癒後 我們都以為沒事了 但是這時我們發現 我外婆開始懼怕步行 她寧願長時間地坐在輪椅上 也不願意起身活動 隨著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 她的肌肉和活動能力 變得越來越差 而且失智症也越來越嚴重 只在短短一年後 她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這些事對我的影響很深 我怎麼也沒料到 一次的摔傷 竟然會逐漸地奪走她的性命 我曾在大學裡搞了十年的科研 主要的研究方向為 人臉識別跟指紋識別 那我一直都深信 AI絕對能夠有更廣泛的應用 來解決一些重大的現實問題 由於我婆婆之前的事故 長者跌倒也就成為了 我一直想探討的課題 所以三年前我回到了馬來西亞 和我太太 我弟弟 和一個好朋友 一起組了一個團隊 來探討我們如何能夠用AI 來預防跌倒 和減低跌倒對老人家的影響 為了了解更多 與老人跌倒相關的課題 我們到訪過各個醫院和療養院 向那邊的護士和醫生求教 今天我們來看看老人家 為什麼比較容易跌倒 其實老人家跌倒的原因 可分為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 因為老人家的感官能力 持續在退化 所以在不熟悉的環境之下 比較容易被一些障礙物絆倒 這個是外在因素 而內在因素呢 則包括可能在服用藥物後 在半清醒狀態下活動 或者是老人家本身 就有一些平衡能力的障礙 所以在走路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跌倒 那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患有失智症 在想要行走的時候 忘了使用拐杖 所以從床上下來的時候 就已經跌倒 而在室內跌倒 大多都是發生在 床邊 廁所和走廊 那現在最有效 預防老人家跌倒的方法 莫過於聘請24小時的看護 隨身伺候 一旦老人家想要行走的時候 及時扶他一把 從而避免跌倒的發生 但是現在的看護 他需要兼顧的任務繁多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需要 準備三餐啊 或者打掃房子 暫時離開老人身邊 再說看護也是人 他也需要休息 如果看護人需要休息 一天需要休息八個小時的話 那也就是八個小時不在老人家身邊 除非你請的是兩個看護 一個早班 一個晚班 不然的話 一個隨身看護 是不能夠時時刻刻地陪在老人家身邊的 而跌倒的這種意外 往往就是在看護不在身邊的時候 然後發生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是要確保老人家的安全 對看護來說 絕對是極大的挑戰 甚至是壓力 所以看護老人家 從某個角度來說 是一個非常沉悶 重複性極高 而且需要很多專注力的工作 然而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 一個小小的疏忽 就有可能造成無可挽回的一個後果 恰好 這樣子的一個任務 非常適合交由AI來做 因為AI既不需要休息 也不領工資 只要透過一個學習的過程 就能將我們交給他的任務 辦得妥妥蕩蕩蕩 從不滿乎 所以我們決定研發了一套 AI智能看護系統 這套系統其實是針對 不能獨立行走的老人家 所設計的 一旦發現老人家想要行走的時候 這套系統會自動地通知看護人 然後看護人可以在第一時間前來協助 以避免跌倒的發生 讓我們來看看他是怎麼運作的吧 這套系統其實是透過攝像頭 来进行实时画面的分析 从而捕捉老人家想要下床的心态 所以一旦发现老人想要独自离床的时候 这套AI系统它就会自动通知看护 让看护马上来协助 保障老人家的安全 万一老人家真的跌倒了怎么办 那我们的AI系统也会自动地通知看护和家人前来营救 以避免错过了救援的黄金时段 可能大家会很好奇我们这个AI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其实训练AI就很像帮助一个一岁大的小孩子学习一样 他虽然不能听得懂 我不能完全理解我的话 但是我能透过一些卡片教材来帮助他学习 打个比方说吧 我想帮助我的孩子学习便是猫和狗 首先我会准备50张卡片 一张一张告诉他 这是猫猫 这是狗狗 这是猫猫 这是狗狗 这是猫猫 这是狗狗 当我每天跟他重复了这一套卡片之后 我的孩子基本上已经对猫和狗有一定的认知 当我带他到外面去玩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真的狗 他会指着那只狗拉着我的裤脚说 爸爸 那是一只狗狗 即便这只狗从没在我的卡片里面出现过 但是他依然能够认出 这也就说明了 这个小孩其实他不是在死寄我卡里的图片 而是真正确确能够认得出猫和狗的样子 那其实AI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帮助AI学习 辨识老人家想要下床的形态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准备很多这类型的一个图像序列 来作为教材 我们然后会一一告诉他 这个是想下床 这个是不想下床 想下床不是想下床 在AI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AI会慢慢察觉这两组 不同图像序列的不同 所以当他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后 这个AI已经能够上场 帮助我们去侦测 老人家想要下床的形态 然后通知看护 为了有效地训练我们的AI 其实教材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到访过各个医院 各个疗养院 在不同灯光 不同摄像头角度 还有不同桌子折挡的情况下 模拟老人家下床 以增加我们教材的多样性 一个可能比较有挑战性的吧 其实是在帮助我们AI 辨识跌倒的时候 因为我们必须要准备 很多跌倒的图像序列 作为教材 在准备我们教材的过程中 我们一开始都是自己拍 自己跌的 每个人轮流跌 感觉上很痛吧 实不相瞒 其实那时候我们个个都几乎要受伤了 我们团队当中还有一个是年长60岁的团员 一直尽心尽力地帮我们测试我们的系统 我们心里其实是非常非常感激的 但是我们也非常地担心 然后我们想说 如果真的有人受伤了 我们真的担当不起 那我太太那时就提出了一个好主意 那么我们可能可以从电影里 剪出一些跌倒的片段吧 不需要自己跌 那她当时就向我推荐了这一部 Walking Date 这个是那个《行尸走肉》的连续剧 我们就找了几个朋友 从第一季看到了第八季 从一百多集的连续剧当中 剪出 《行尸走肉》被杀倒地的片段 我们也开始上网去搜索一些老人家跌倒的片段 也到过溜冰场偷拍人家滑倒的片段 我们其实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些教材 一步一步地慢慢训练我们的AI 优化我们的AI 测试我们的AI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AI的准确率 已经达到了95%以上 如今我们已经在四家医院和疗养院里 已经实施了我们这个AI看护系统 并侦测了超过500宗的高风险事件 其实用AI来预防和自动发现跌倒 只是一个开始 那除了跌倒 我们的AI也能运用于自动发现 发生在老人家的异常状况 比如说失眠 严重失眠很可能是某些疾病的征兆 那当然AI也能自动识别 和记录老人家每一天的作息和活动 制作一份属于老人家的健康报告 以帮助看护人和家人 更了解他们的活动能力与健康状况 一旦发现老人家的活动能力变差 他也可以自动地发出警告 让老人家可以尽早就医 在疗养院里 AI也能够被用于识别 以及计算家人探访的次数 如果这类型的数据 能够与政府的补贴措施挂钩的话 我们就能更加好的去鼓励 家人们更频繁地探望 在疗养院里的老人家 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当我们赋予AI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其实它不仅仅再是一个防摔工具 而是一个拥有医疗知识 自动发现老人家的状况 而且能够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的守护天使 在未来的十年 马来西亚将变成一个高龄国家 我们希望这样的守护天使 是能够在看护者溃防的情况下 依旧保障老人家们的安全 让他们精彩地度过晚年 纵使AI这样的科技 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但是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AI共事的一些体悟 首先 AI让我明白 唯有一直不断地学习 把学习当成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个习惯 每一天点点滴滴地成长 才会造就了今天伟大的一切 此外 生活中很多的判断力 都必须从自己生活中 很多的经验累积而成 很多让自己成长的答案 其实可以在舒适区域以外的地方得到 从我们的行事走肉 到溜冰跌倒 从我们学会的一些AI的知识 到一步一步地慢慢地应用在市场的考验 让我们也慢慢变成解决问题的一个高手 也成为更强大的个体 我一直觉得 学习经营家人关系 绝对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 在生活中可以听到很多故事 都是因为疲劳和情绪 让我们与之爱越走越越远 我希望当我们把费心的看护工作 交给了AI之后 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心力 去爱护我们的家人 孝顺我们的父母 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的这个AI系统 是能够跟机器人做个整合的 创造一个真正能够陪老人家聊天解闷 能够协助老人家行走 富有全面的医疗知识 的一个AI智能看护机器人 让你我 未来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